最后一个问题是其后 你好 男嘉宾 我听这个VCR说 当时父母说 让你放弃了你的梦想 那如果这个女孩子 你父母不喜欢 你也因为父母的意见 会放弃这段感情吗 第二段其实就是 因为两个人 真的就是没有什么交集 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感觉两个人在一起 就像是完成任务一样 我感觉这个 不像是我期待的感情 这个我有话要说 其实他们很难接受 一个就是说 我出钱你追梦 因为我自己 没有办法再追梦了 所以我有这样的期待 希望你追梦 但是女生会这么想 如果我追梦追得很好 我们俩的距离越来越远 如果追梦追得不怎么样 我让你失望了 就是你很难说 把自己的想法 希望另外一个人去完成 就像我们做父母 都不能够说 把我们未尽的遗憾 让孩子去实现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都是各做各自己 也许这个女生她追梦 但是她有时候觉得 梦想好像也不能实现 我也可以不追梦 但是你呢 有一种牺牲精神 你觉得也许牺牲自己 就是爱的表现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上面 就是让女生 有很多顾虑的地方 谢谢老师 可以给你一点小建议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 背后有一种推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有两种分类 一种是正向情绪推动 一种是负向情绪推动 你刚才那句话说 我希望我的遗憾呢 由你们来代替实现 这里面就隐含了一种 负向情绪推动的压力 所以即便给他们带来帮助 他说不上来哪儿不开心 但就有点 就有点怪 你下次可以试一试 你想去学街舞 完全不是因为你童年 这都沉默成本 全部一切从零开始交给未来 街舞好看吗 好看 你跳得开心吗 开心 开心你就学 不要把自己的过往 全部成为奔跑路上的 背负的压力 再见